大家好 这儿有一个人 他自称 说他26岁 江西赣州人 说他跑外卖 在这个北上广深某一个大城市跑外卖 他说这个 说他为了还债26岁的外卖小哥 送外卖三年 挣了多少钱呢 102万 最高一个月挣6万 一年平均挣34万 然后有人说他是骗人的 说这个人我认识 说真实的情况根本就不是这样的 说大家都行行吧 是吧 外卖小哥他不可能 说呀 说他们一伙人是卖电瓶车的 电瓶车不就是送外卖自溜自溜的 一趟一趟的 说拉人进来 跑外卖 赚的是邀请奖 拉进了一个人 他们可以得到几千块钱的 就是介绍费吧 有点像中介 这个叫铅驴的 说真实情况 是他买房子花了一百多万 买的烂尾房 现在五十万都卖不出去了 这些人为了蹭热度 真的是什么都敢编 难怪一下子外卖员 外卖小哥加入了好几倍的人 想来跑外卖的人都理性一点吧 赚不到这么多钱 然后有人说居然还火了腾讯新闻 你们咋不拨一下他买的那个烂尾房呢 反正都是受害者吧 但是他又骗别人 是吧 他烂尾了 然后他又赚别人的这个 想把别人拉进来 是吧 他卖电瓶车 而且还介绍人还挣几千一个人 说疫情爆发过年前后那一段时间 一个月两三万是非常容易的 疫情嘛 爆发 而且又过年啊 说现在你一个月挣七千 你都要能熬才行 然后说反正恶心到我了 这些资本家为了利益 什么都敢编 什么都敢放 我只能说打工的人越多 工资越低 跑外卖的人越多 单价越低 以后的社会不敢想象 这就是中国好多骗的呀 什么给人家补裤裆 牛仔裤的裤裆 什么挣几百万 什么卖红薯 挣几百万 什么回农村干这个 干那个 挣几百万 不是好多骗人的吗 就网上有的什么共青团中央的 各种的各大网站的都在骗人呀 就是为了把人忽悠回农村 或者干这些附加值低的重复劳动的 因为现在就业不好就业了 大形式不好了 对吧 都是骗人的 这个有人也也在揭露他了 送外卖三年挣了一百零二万 我是没钱 我又不是没脑子 你三年一百零二万 每年三十四万 一个月两万八 相当于你每天要挣九百三十块钱左右 算你一单五块钱 你每天要送一百八十六单 而且是不吃不喝的情况下 一单赚你二十分钟 十五分钟 一百八十六单 你每天得送两千八百多分钟啊 相当于四十六点五个小时 一天才二十四个小时啊 你怎么送的呀 你长了八条腿嘛 你是超人嘛 你猜我信不信 我突然想到那位日入九千 卖土豆的夫妻 还有时不时就会出来一些 某某某重大奖的彩票新闻 这次又出来了一个三年 挣一百零二万的外卖员 没完了 哎 下个该谁了 你别管该谁 我估计 还是拿底层人的苦难来说事 为什么拿苦难来说事 你看你这话问的 我不拿苦难来说事 你怎么知道吃得苦中苦 我才能开路 喂 方位人上人啊 你不吃苦 怎么能成功呢 你不吃苦 怎么买车买房啊 你不吃苦 难道真的让我来吃啊 真是 对 这个让我想起来 葛优跟谁 跟黄博 还有白百合 他们演的一个电影 那名字我忘了 但是那个桥段特别有意思 是吧 然后那个 那个葛优冲着那个 就是那个 那个是黄博吧 演的一个类似于二傻子 就让他卖傻力气 傻逼呵呵的 冲着他拍拍他肩膀 还凑在他耳朵边 是吧 然后轻轻的说 兄弟努力吧 好好干 明年 我给你娶个嫂子 娶个嫂子 他要娶媳妇 葛优要娶媳妇 然后那黄博演的演员 就有点像王宝强那种 傻叫什么 王宝强演过一个叫傻奔 还是叫傻什么的 反正 说谢谢哥 谢谢哥 还谢谢哥 人家是给你娶媳妇吗 人家作威作福 是吧 这种的 这叫做庄的 在顶端的 金字塔顶的 就像我 2015年 我开过滴滴快车 开俩月 拉了200多单 因为我是兼职的 那都给我累的七荤八素 哎呦 是吧 能挣钱吗 好像滴滴公司 从我们这抽成 就要抽27% 还是30%啊 根本就挣不着钱 哎 你挺高兴 你看100多块钱 他才给你70多 有一次从六部看 那个哪 就是青天公园南门 那叫什么大楼啊 那就一个新的一个豪宅 原来那是无线电厂 还是我客户 在那拉了几个人 送首都机场 100来块钱 最后才挣了 到我兜里才70块钱 好像每周每周几 每周二还是每周几 才能把那钱提出来 还是每月的哪天 我都忘了 我都忘了 那05年 15年 这一会儿9年前的事了 8年多了 是吧 就是我干过这个 类似于这个外卖小哥 类似于骆驼翔子 就是纯苦力 是吧 大家伙给金字塔底上的 那个投资人 那个大老板 是吧 还要养着那个 公司后台的那些人 所以你想发财 你得泪吐了血 是吧 怎么可能让你发财呢 你发财 他们的豪宅 对吧 你发财 他们的豪宅 从哪来 何这压运吧 对不对啊 中国 你看那个蛋鸡 也在下降 就是那个鸡 将来 前一段台湾就鸡蛋荒 大陆可能也快了 中国也快了 存篮对比数 看看 哇 对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